好,這集你看看,她問Private Housing私人樓的demand何時會增加 這些一定要留意她問什麼市場,問demand還是connect demand 既然是demand增加的時候,我們知道一定跟Private Housing的price是自己本身不壞 因為Change in price就是move along the same demand curve Change in price,即是其他fatter 好,看看有什麼選擇,第一個馬上是錯了Private Housing 剛才說了,Change in price就會move along the same demand demand沒有改變過,改變得比較可愛 好,然後B,B是Private Housing,說了另一種產品 Private Housing和Private Housing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首先聯想到它們是一個subjective的關係 用A就不會用B 現在Private Housing的supply就增加 那它那個supply增加的時候,這樣就會多了人 對,裡面的quantity就會增加 多了人用Private Housing,這樣就會少了人用Private Housing 因為它們是subjective的關係 所以demand就會下降了 這樣就不是增加而下降,這個就不對了 然後C,如果intress rate將會增加的話 之後將會增加,那怎麼辦呢? 我們說過了,intress rate本身是購買的成本 你知道將來購買費用成功會高了 即將來房子就不會那麼值錢了 少了人買房子,房子貴了便少了人買到 這樣我們都知道,Private Housing作為一個S 一種資產 一種資產的特點就是當利息上升的時候 就會導致那個SS price就會下降 即是說大家都預期樓價會跌,那今天一定不會賣樓了 那C走出來就是demand下降 大家都預期樓價會跌,那就不賣樓了 沒有理由賣定,就放在地上蝕 等它跌了價才買 好,再問回一些,為什麼是正確呢? 他就說人們預期樓價,Private Housing的樓價會升 既然將來會升的話,當然是早買早享受 還可以賺到利潤 因為你今天便宜買還是貴買 今次多了今天買樓了 亦可以帶出現的是,預期的預期 不需要等到將來發生了才會出現 在經濟學上 我們預期到資產價格會上升的時候 其實價格今天就已經立即會上升了 所以沒有一個預期,不會等到 所以沒有一個預期,不會等到 你要的來吧